你覺得全台灣最適合設立AI生態園區的地方在哪裡 台灣應該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 沒有其中之一最適合的地方 那委員會一定是蔣新竹 OK感謝感謝感謝院長 確實因為院長在我來自新竹 那所以我們一定肯定為新竹來發聲 那我也在那個用了那ChairGPT 深層室AI我來問一下 他確實也給出了一個很具體的答案 他覺得全台灣最適合的地方就在新竹市 很多大廠想要到台灣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得不去考慮用電到底夠不夠 那說實話就是郭部長 其實剛被點名接任部長的時候呢 那我跟他對話話 他當時對於台灣的核能政策 保持一個相對開放的一個政策 就像我們看到了童子賢 我們的環境變遷委員會的副主委 副召集人這樣一個角色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對於能源的看法 其實是比較開放的 可是後來坦白說 郭部長後來被民進黨的委員 後來可能也再次溝通之後 我發現他的說法有點縮回去 可是我覺得重點就是怎麼樣子讓台灣不缺電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一個前提 那我想說在這邊再次的問一下竹院長 台灣在未來十年會不會缺電 部長講過很多次 我們也是這樣子認為 我們在2030年之前 我們是有很充裕的這個準備 那未來我們還有新的電廠會加起來 那看新的電廠的建設的速度 但是我們會持續來加 2030年為止 我們是有把握 提供穩定的這個電給這些大廠 你覺得全台灣最適合設立AI生態園區的地方在哪裡 台灣應該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 沒有其中之一 最適合的地方 那委員會一定是蔣新竹 OK 感謝 感謝 感謝院長 確實 因為因為我來自新竹 所以我們肯定會為新竹來發聲 那我也在用了ChairGPT 深層市AI我來問一下 他確實也給出了一個很具體的答案 他覺得全台灣最適合的地方就在新竹市 當我們在看到很多大廠想要到台灣來的時候 我們就不得不去考慮用電到底夠不夠 那說實話就是郭部長 其實剛被點名接任部長的時候呢 那我跟他對話 他當時對於台灣的核能政策保持一個相對開放的一個政策 就像我們看到了童子賢 我們的環境變遷委員會的副主委 副召集人這樣一個角色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對於能源的看法其實是比較開放的 可是後來坦白說 郭部長後來被民進黨的委員 後來可能也再次溝通之後 我發現他的說法有點縮回去 可是我覺得重點就是 怎麼樣讓台灣不缺電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一個前提 那我想說在這邊再次的問一下竹院長 台灣在未來十年會不會缺電 部長講過很多次 我們也是也是這樣子認為 我們在2030年之前 我們是有很充裕的這個準備 那未來我們還有新的電廠會加起來 那看新的電廠的建設的速度 但是我們會持續來加 OK 至少你確保2030年之前不缺電對不對 OK 那因為坦白說 因為整個國際也都非常關注 台灣到底缺不缺電 甚至於說那個黃維勳在離開台灣之前 那個台北電腦展的時候 他也表示用電確實是他關心的議題 那我知道就是部長剛到美國去 也去拜訪了很多相關的一個高企業公司 也希望他們到台灣來 可是我相信電也是他們考慮的一個點 那我們看到一個狀態 就是整個外媒對於台灣用電 其實不足的問題 其實是完全不手軟 完全不手軟 我們看到一下 就是從2023年7月 華爾街日報就表示97%的電 來自於國外會產生重大國安風險 今年4月 Bronberg 蓬勃就直接表示說 台灣靠本土風電 台灣會要有停電的心理準備 那韓國 他們也想發展AI 那他們卻擔心能源問題 就直接表示不要重蹈台灣的復測 這是韓國的媒體 都是今年講的 那美國的智庫 也直接表示說 台積電到熊本設廠就是因為台灣電力不足 那麼包括日本經濟新聞也直接 明明我們賴清德總統就說要重新評估核能核電的政策 等等 那麼最新的美國的新聞周刊也直接表示 能源是台灣國家安全的致命弱點 這些部分都表示 國際很關心台灣 那我們台灣 那我們台灣一定更關心台灣用電的一個情況 那我在想說 那我在想說 這麼多大廠進來的時候 我們剛剛點到這麼多大廠要進到台灣來的時候 我們用電到2030還是會足夠嗎 因為我看了高盛最近的一個報告 他說當美國普遍在設立AI算力中心 普遍使用AI之後 美國的用電很可能會成長兩倍 很可能會成長兩倍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的時候 甚至於說有很多像OpenAI、Amazon 他們甚至於都在自酬核能發電 或者是併購核電相關的問題 所以我想要再次問 在這麼多國際大廠要到台灣來的時候 我們電還是夠嗎 院長 報告委員 我想就這一部分2030年為止 我們是有把握 提供穩定的這個電給這些大廠 那我這一次在美國 我也跟很多的這些大廠交換過意見 確實他們如委員所指教的 他們對電是非常的重視 那我們目前來看 我們算我們現有的這個電力容量 跟我們要下載的這些 出來以後到2030年 我們其實是增加的 我們有增加200多MW 但我要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參考的新加坡的資料 新加坡也是一樣 他們從現在2024年到2030年 他們會增加1.47港元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